词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饮一杯 太白衣服 少年子弟的挥洒 一如我 从在江湖 偶遇你洗尽了牵挂 你往昔 消想也与众 我好奇的肩膀怒炸 终究是挥洁难断 思念你的心软如芒 去求沉重的无一副家 爱与恨在心中来回厮杀 若这般插面 都不留片架 多少人为何要 牵挂心事在天涯 你只剩下 尽量了 你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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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来晚了吗 刚好 不早也不晚 来 坐下 我在想 若是还有人能找到这儿 那个人一定是你 普天之下除了你 我看也没人能造得出这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不够好啊 因为你还是找来了 不 地方没问题 是你的人出了问题 我本来确实找不到 但马家一家人 和你一位瘦小的随从 告诉我这个地方 你能认出这两拨人 足证你的追踪术确实了得 你来做什么 本来是来试解 但是 还是来迟了一步 你为什么 在一年后才发现绿香川有问题 因为你的生日 想带小蝶和孩子来给你祝寿 才知道 绿香川就是小蝶在这世上 最不愿意见到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宝宝不是绿香川的孩子 因为他不能生育 因为他不能生育 他难以无论 然后他不能生育 你怎么不生育 你对我 听我什么事 你自己uts指 我叶快烧 你气骑 你现在找不到 他怎么不生育 相川 飞龙剑法一共有十三式 诡诀多变 出剑容易 收剑难 我当时有私心 只交给了我自己的儿子孙剑 相川并不知情 所以当时来不及闪躲 不过 就算相川他当时知情 以他那个手的功力 还是无法躲闪的 这套剑法 原本是交给孙剑他保命用的 但是没想到 他却用来重伤了吕相川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以你的能耐 医不好吗 别起来躺着休息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要这么说 都是自己兄弟 有什么好说对不起的 连无过招 都有失神的时候 下回我伤害你 你也不许埋怨啊 我伤害你 我伤害你 不碍事 休息几天就好了 还不快起来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好 老陆 老陆 舅舅 大夫怎么说 你不能生育了 好 我本来打算亲自告诉相川 但他的舅舅路漫天拦着我 认为由他去说比较好 就算相川他心里 再痛再恨 也不会迁怒他的亲舅舅 我想这生就二人 兴生叛逸 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这就对了 这解释了一切 小蝶一直没有告诉你 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小蝶认为是绿香川的 但我想是叶翔的 可是叶翔他自己并没有承认 而且当时你也认为 不会是叶翔的孩子 我猜叶翔跟我一样 有些事情没弄明白 他跟小蝶之间一定有什么关系 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不过 韩唐知道 韩唐 你要韩唐杀小蝶的男人 他肯定一直待在孙父附近 也一定知道很多事 但你没问他就不说 而他不惜违背你的命令 放过叶翔 就表示他确信你和叶翔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 叶翔用他的生命来向你示茧 除了为小蝶 你是小蝶的父亲 也是重要原因 还有高老大 或许也知道一些 这关音像至少已经两三年了 不是时间刚刚好吗 什么意思 我一定会解开所有这些谜团 等我回去问小蝶几个问题 我就能知道答案 我很高兴知道 宝宝不是绿香川的孩子 否则杀了他会有些困难 你来就是为了要杀绿香川 这是次要的 我来主要是给你祝盛 小蝶 都好吗 他很好 但你不好 对吗 你确定没有人跟着你 看到我还活着的人 就只有他了 你追上了马车 是 一直追到通州 为什么要回来 因为马车消失了 消失在凤凰湖边 好 在这边 这么做 别伤了 我 何不 我 我 你 行 匕首的主人 也可杀了同车的方老七 在马车沉入狐前 自己了断了 他叫阿贼 为我守护河道 十五年如一日 能为你守候十五年 无怨无悔 再多为你做一件事 我想 他一定是心甘情愿的 换作是你 也会这样吗 会 五天前 听你这么说 一定觉得荒谬 可笑 但是现在听你说出来 我只觉得自己太多的地方 做的大错特错 错看了绿香川 更错带了小蝶 小蝶知道 你为我而来吗 知道 而且他生怕我到晚了 他 他没有怨恨我吗 也许有 但他心里对你的尊敬和崇拜 足以忘了你们之间的不愉快 他是老伯的女儿 这一点他比你清楚 让我回头的不仅是因为阿九 马家一家人的死因也是重点 死因 一家四口 中毒身亡 这显然是有人刻意营造 这一家人是被杀神亡 被老伯杀死的 我能看出不对 别人也能 所以 我把尸体做了处理 他不惜一家四口丧命 也要守住你的心痛 我想 你肯定就在附近 所以折了回来 所以折了回来 过了没多久 这个女人就出现了 我要你给我去办一件事情 我去办一件事情 不带着地气 你来做什么 重新谈条件 谈条件 绿大总管 最近我手气背 怎么赌都输 你最好跟我谈的是个好满男 让我尝点甜头 换换手气 那就看你怎么合算了 远闻其详 老伯离开之后 我其实一直暗中派人守在河道沿线 但是所有派去的人都消失了 连失手都找不着 毁尸灭迹 也是你训练杀手们的看家本领 你认为是我派人杀了你的人 不是 我认为是孟兴魂干的 而且 孟兴魂已经找到老伯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在为老伯演示刑藏 否则何须毁尸灭尽 这么做更等于是不打自招 离十五不到二十个时辰 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我一定要知道老伯的情况 他现在就算还有口气在 也一定会伤众而无法行动 他一定会让孟兴魂替他去执行他的计划 那个计划老伯磨算了很久 动员的人力财力相当可观 他不会甘心取消作罢 他不能去 就一定得找人替他去 老伯不见得信得过小梦 信得过 因为他肯把孙蝶交给他 你只要把孟兴魂带来见我 快活灵的地气就是你的 胡秀儿的事也不必劳烦 就算我把小梦带来 他也什么都不会说 那么 你能让他开口 不好说 高老大 就算孟兴魂什么都愿意告诉你 以你现在的局面 你能对付得了老伯吗 还是让我来吧 你只要把孟兴魂带来见我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开口 现在绿巷川 只有拿你来胁迫孟兴魂了 我 你的那几个杀手 都受过你的大恩 翅膀硬了以后 还是任你的差遣 还对女忠心耿耿 上回各路人马围攻你的时候 不就有人来保护你们 你这么一说 我 我倒也想知道 我在小梦心里 到底是什么分类 那就快去吧 蒲大鹏的叛变 你不可挽回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老伯攻打飞鹏暴的 人缘不止 我家主子 是将陷入困境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真是弄不懂你这个女人 你这边众于万鹏王 那边有牵挂着女香川 你不知道他们这两边 势必要凭你死我婆 才会罢休 我当然知道 这就是我永远不能自成 格局的原因 我愿意是否会 我力量 我力量 肯定 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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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力量 圣心 你力量 力量 力量 驾 驾 驾 是高老大要你在这里等我 大姐说 如果你找到老国 不是回孙府 就是去飞蓬堡 是高老大要你在这里等我 不论去哪里 都必须经过这个毒口 你果然来了 我们到底是她带大的 若有隐瞒 她什么都能得知 她要做什么 大姐要见你 我们还是兄弟吗 当然 那就跟我走 我会去看高老大 但不是现在 就是现在 我要是不去 你要逼我走 是 我现在有是非要紧的事要去办 没有比见大姐更要紧的事 高老大可以等 这件事不能等 大姐不能等 为什么 因为她病了 都很难 这件事 没什么嫌疼 可能 怎么就笑了 你知道 我 一直走 快 快 大姐 小孟回来了 来 扶我起来 回来了 你还是肯为我回来 你不该病得这么严重 不严重 只是风寒而已 大姐 还是躺下吧 不碍事 只要你们肯回来 我很快就能好 老伯找到了吗 老伯找到了吗 小孟 看来你的病真的不重 改日我再来看你 还是现在多看看吧 新婚兄 好久不见了 这一项可好啊 没你风光 年前分手时 咱们还算友好 现在还是朋友吗 不是 可惜啊 我一直当你是朋友 我这个人很难交到朋友 一旦结识了 总希望能够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做你朋友的人 下场都跟老伯一样 老伯永远是我最尊敬的朋友 我一直很想告诉他 这个新衣 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拿高老大的命换你一句话 这条件不错吧 我不谈条件 你不在乎高老大的性命 你难道忘了是谁养大你 给你吃穿 让你能够活到现在 如果高老大死了 黄泉路上 我不会让他孤单 也就是说 高老大的死活 没有老伯重要 这本来不需要比较 但吕湘川出现在这里的时间 太过巧合 制住你的手法也太过简单 那我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你在利用我 你答应过我 让我第一个知道老伯的下落 我没有失言 因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等我愿意说出来 你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你已经打定主意 绝不说出老伯的下落了 是吧 高老大 你可以死心了 在孟星魂的心里 你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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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小梦回来 小梦会听我的 小梦会听你的 不过他要是连你的话都不听 谁说也没用 你们四个轻如手足 如今就是你们两个 只要你有要求 小梦绝对不会回难 你要他回来干什么 他不可能再为你杀人了 我只想知道老伯的下落 我只想知道老伯的下落 如果小梦不愿意说 我也不会勉强 我只是 这事关快活灵的存续 只要还有一线生机 我都得试一试 对吗 你不会有其他的设计吧 师君 我在你们几个眼里 就是一个机关算尽的人 高老大的命不管用 那孙蝶呢 孙蝶的命 能不能让你开开金口啊 不管他要知道什么 都不要说 你们相隔十步 我就给你十步的时间来考虑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小梦 你记着 如果哪天我被人追杀 不要管我 立刻将宝宝接放到安全的地方 直到我回来再去接他 懂了吗 记住了 把宝宝接放到安全的地方 六 七 八 九 你说过的话 我都记住了 都做到了 我的话 你也要听 也要做到 什么话 做你觉得该做的事 做你觉得对的事 不要管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那我们就一起死 一年 已经足够了 我没有任何遗憾 我不喜欢被人威胁 我不喜欢被人威胁 也不愿意活在胁迫里 不过就是死嘛 比死更难过的日子 我都过过了 只是 我不要再过没有你的日子 找过多少地方了 方圆二十里内 我都找遍了 我怕再耽搁下去 会误了您的事 只有想把爹姑娘带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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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把宝宝藏起来 我就找不到他了 你只是耽误我一点点的时间而已 都说虎毒不食子 你连禽兽都不容吗 那个野主不是我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 大哥说 你不能生育 是真的 不错 孙剑弄残了我 我只让人捅了三刀六年 是便宜了他 所以 大哥真的是你谋害的 是吗 不错 不是只有他 还有很多人 包括老波 我一直以为 孩子是你的 所以甘愿忍受这一切 你现在说不是我信 那宝宝究竟是谁的孩子 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不是你的 就是上仓给我的礼物 放了新婚 我愿意为他而死 我愿意为他而死 是你的女人 对我却一文不值 所以我下手绝对不会心辞手软 该这么决定 你自己做 我只不过是要知道老波的下落 而且 你 让他们走 你 太人跟着就行了 追上他们只能要他们的命 你还是不知道老波的下落 你以为他们能走多远 你以为他们能走多远 快 站住 快 快 想法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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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程 别跑 总管 我 总管 我 就这三个人 你们也拿不下 总管 我 他们几个在这个林子里 转悠了十几年了 不储夕的人很容易跟丢 我让老莫派人去找 实情受伤了 走不快的 我怎么觉得 你是有意帮他们走 小梦见过老伯 孩子为老伯办事 后来老伯受了重伤 但脑子还清醒 绿小川 我们的对手是老伯 是个极其可怕的对手 你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 行不行啊 怎么 您认识 是全意 我要去解决那个女人 接着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把小蝶交给你 一切拜托了 怎么联络 我会找你们 你要小心 我们去哪里 不能去野强和小梦那里 大家都知道 你还能再撑一会儿呢 可以 我知道一个安全地方 我们去河边 学生 想着 人家 这 有 weather 学生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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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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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告诉谁好呢 凤丫头 你在跟谁说话 你别忘了你的卖身器还在我这儿呢 你觉得你应该告诉谁啊 卖身器 你喜欢你就留着吧 凭我现在的身价 一百张卖身器都有人肯买下 臭丫头 高老大 你敢打我 吕香川 把他给我宰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两个都得听我 老伯的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谁让姑娘我开心呢 我就讲给谁听 要不 你们笑什么 李香川 你 好痛 放手 凤凤姑娘 你现在的身价值不值一百张卖身器呢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也不知道 孙府的问行好手 至少有一百种逼供的方法 能让你恨不得死一百次 你想不想试试看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否则 躺在地上的就是你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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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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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谁啊 你认识 他叫凤凤 是大姐派去暗算老婆的人 我见过高老大一回 在我爹的寿宴上 看上去挺和气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结下 这么深的院仇啊 我知道你不会在高老大背后 说他的是非 谢会也一样 从不在背后说高老大的不是 他对你们有恩 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 我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叶祥和小孟都为了你 可以跟高老大决练 可以放下一切 叶祥 你 都说出来了 你都想不到 老头子会让我走 是不是 你们都把那老伯 想得太神了 我只不过挤了几滴眼泪 他就什么都医了我 你看什么 那老头 反正就要死了 说出他的下落 说出他的下落 正好有人帮他收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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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